今天是7月9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贝敏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或许大家还记得20年前 花样年华的华裔少女徐小芳 惨遭凶徒扣天福 落手催花后在埋尸灭迹的冷血命案 以及十多年前奸杀华裔少女郭婉京 以及谋杀森林局官员又强奸死者 已有身孕的妻子的文东杀人魔 拉比丁·沙迪尔 这两名满手鲜血的死囚 照前申请撤销死刑的裁决 都在今天被联邦法院驳回 维持两人的绞刑判决 现年50岁的寇天福 被控在2004年2月28号 在雪州刮拉冷月某住家 谋杀当年18岁的徐小芳 抵触刑事法典谋杀条文 他是根据去年9月12号生效的 2023年检讨死刑和无期徒刑法令 向法院申请检讨他背叛死刑的刑罚 扣天福今天戴着口罩和黑框眼镜 在狱卒的押送下出庭 停损时几乎全程低头沉思 以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东姑麦蒙为首的联邦法院三思 今天早上在临审此案后一致裁决 驳回被告寻求撤销谋杀罪诚和死刑裁决的上诉申请 维持他被判处绞刑的判决 文东杀人魔 拉比丁杀迪尔更是犯案累累的大恶魔 他在相隔三年内犯下两宗谋杀案 其中一宗就是在彭亨文东 吉达里新村的一间住家内 奸杀当年只有17岁的华裔少女郭婉金 这名杀人魔是在郭婉金遇害超过三年半后才落入警网 杀害了郭婉金后 作恶多端的拉比丁杀迪尔在2012年11月3号凌晨 闯入文东特拉斯文东路的森林局官员宿舍 杀死了当年31岁的森林局官员凯鲁哈兹里 还两度强奸死者怀有身孕的妻子 拉比丁杀迪尔在这两宗案件内都被判处了死刑 他向法院提呈要求检讨死刑刑罚的申请 今天都遭到驳回 这意味着拉比丁杀迪尔在这两宗谋杀案中 必须以命抵命 三年前轰动刮拉登加罗马江县的 马华前区会主席方瑞欢 被相识数十年的老朋友枪杀 而他的外甥则被枪击至重伤一案 60岁的华裔被告承认谋杀及企图谋杀两项罪名 今天被判监禁43年 被告翁昭丽也是志愿警卫队前团员 他被控在2021年7月23号下午 在马江县华加达拜拉雅花园住宅区的一个良亭 枪杀当时65岁的方瑞欢 并开枪射伤死者的外甥张学明 后者当时45岁 被告在刑事法典谋杀条文和企图谋杀条文下被控 今天分别被判处监禁30年和13年 高庭下令被告刑期同步执行 也就是从2021年7月23号被捕当天开始计算 马六甲方面 现年48岁的马来纪律老师莫哈默·赫尔曼 今天被控在2022年12月19号 在马六甲五级巴鲁某中学的教师室 致伤当时17岁的男学生 包括郭尔光和多次扯胎的头发 抵触刑事法典需以伤人罪名 但是被告否认有罪 被告的代表律师为他求情时指出 被告目前还是老师 月薪大约7000令吉 除了负责妻子和两名年幼孩子 还需要照顾患病的母亲 因此要求减少保释金 推示最终批准被告 以2000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选 附加条件是不得骚扰受害者 镜头转向柔佛新山 柔佛州总警长M古马今天宣布 当地警方在6月13号晚上 在新山一带展开三项突击行动 捣毁一个人口贩卖集团 救出两名被诱骗来马后 被迫上街乞讨为集团赚钱的外籍残疾男子 两人被迫在夜市或小贩中心乞讨 每天必须上缴300令吉给集团 但是月薪却只有区区300令吉 警方在行动中逮捕三名本地男女注查 这三名嫌犯主要负责交通运输以及看管主宰 两个月前 一名男子迟刀闯入柔佛州乌鲁地南警局 杀害两名警员的事件 让人们不尽担忧 原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如今也不再安全 内政部长塞福丁纳苏迪安今天说 他已经下达指令 警方如今已经收紧内部的SOP 所有警局必须在晚上10点关上大门 也就是Bintubaga 塞福丁纳苏迪安说 最终袭警命案发生后 警方已经收紧内部的标准作业程序 以改善警员的安全 包括所有警局必须在晚上10点关闭大门 当局也将针对各个警局的后勤情况 调整巡逻的次数 增加警局的灯光和围栏等等 对此 房间开始有人质疑 警局关门后民众是否还能报案 而根据警方消息人士解释 报案服务仍是24小时午休止运作 民众如果要报案 可以知会驻守警员 在理由和条件允许下将会被放行 换个焦点 早前公布的总审祭司报告揭露 人力资源发展机构滥用向雇主征收的37亿700万人投税 用于高风险投资活动用途 今天上午 反贪会兵分两路到人资发展机构办公室 以及人资部进行调查和搜证 根据记者目测 今天早上11点半 先有四男一女官员乘坐不同轿车 抵达人资发展机构办公室 中午12点20分再有另一批官员抵达 另外四名反贪会官员则在今天早上大约11点20分抵达人资部 他们进入大楼大约一个小时后 带着数份文件离开 马六甲旅游大使范丁冰 上个月到马六甲宣传短短三天的行程 就耗费超过49万令吉巨资 不过马六甲州政府只负责其中的7万令吉左右 其他费用都由私人界赞助 马六甲今天召开第一天的州议会 团结政府议员和反对党议员 针对范冰冰担任甲州旅游大使 高达49万8347令吉的开销 正论不休 马六甲旅游、文物、艺术和文化行政议员 拿多阿都拉萨回应提问时说 州政府承担了范冰冰6月14号到16号的行程费用 包括机票、部分酒店住宿 车程交通等费用 一共是77850令吉 占了总数的16% 其余的42497令吉则由私人界赞助 他解释 范冰冰的微信专业有2600万名粉丝 总浏览量高达12亿人次 这三天的行程介绍马六甲的浏览量高达4亿4500万人次 这也是州政府委任范冰冰出任旅游大使的原因 至于范冰冰带来的具体效益 州政府将在12月31号总结后再提成报告 换个焦点 一名来自雅加美浪中学 SPM报考12个科目 并考获全A佳季的女状元邱惠敏 原本的意愿是就读大学预科班 再申请公益大学的电子工程系 然而早前申请大学预科班却被拒绝 如今在马六甲国会议员邱培栋的协助下 上诉成功 获得大学预科班录取 孙美兰一名59岁华裔男子吴文康 原本是一名土木工程师 从11岁开始学习弹钢琴 而原本闲置多年的琴艺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受邀到教会主日礼拜伴奏时被重新启发 2004年他决定放弃工程师的工作 转当文字翻译工作者 虽然工作性质自由 能够有更多时间练琴 但是收入并不稳定 今年5月12号 他参加里斯特国际钢琴比赛 在初赛中栽金 这项好成绩鼓舞他决定 随团远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决赛 为此他将在7月13号 在巴达林东南亚花园的进信教会 举办个人钢琴演奏会 以筹募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决赛的经费 来看国际消息 俄罗斯星期一向乌克兰发射多枚导弹 造成至少36位平民丧命 超过150人受伤 一家儿童医院被击中后坍塌 堪称这几个月下来 死伤最惨重的空袭行动 而军这轮的攻击行动可说是火力全开 一共发射了38枚巡航导弹 弹导弹导弹和制导炸弹 其中30枚被成功拦截 基辅中部城市克里维里赫 东部城市波克罗夫斯克和中南部城市的50栋民用建筑 包括居民楼商业中心和两家医院都被导弹击中 由于造成的伤亡惨重 英国、法国、联合国都谴责这次攻击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将针对此事召开会议 美国总统拜登在写给国会民主党人的一封信里 坚定地拒绝了要求他退选的呼声 他强调对自己十分有自信 将继续竞选并坚持到最后一刻 打败共和党前总统特朗普 另外 拜登的健康状况近日再度成为焦点 美国纽约时报报导 白宫访客记录显示 自从去年的7月直到今年的3月 一名专门研究帕金森士病的专家 至少8次前往白宫 但是白宫对此回应 总统拜登并没有接受帕金森士治疗 尽管如此 人们开始担心 拜登可能患上了一种未对外公开的疾病 换个焦点 加勒比海的飓风贝里尔 星期一清晨连同强风豪雨登陆美国德州 造成至少4人死亡 超过270万户停电 德州许多城镇都出现灾情 包括树木、电线杆倒塌、洪水导致道路中断 高速公路车道无法通行等等 美国司法部内部人士透露 美国波音公司已经接受司法部提出的一份认罪协议 承认在2018年和2019年 发生在印尼和爱塞尔比亚的两宗致命空难中 涉及密谋欺诈美国联邦航空局 协议内容包括罚款金额为4.872亿美元 大约22.94亿令吉 而波音需要支付其中大约一半的金额 另外,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指出 由于担心乘客的氧气面罩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失效 超过2600架波音公司生产的737型飞机需要接受检查 印尼方面,苏拉维西岛一处非法金矿 星期天因为暴雨发生土崩 造成12人死亡,18人失踪 包括矿工和矿场附近的居民 5位新存者已经被疏散 救援团队必须步行大约20公里才能抵达事故现场 而路面上的厚泥浆和下不停的雨都加剧了救援难度 泰国东北部李府每年都会举办为期三天的鬼面节 最著名的活动就是鬼脸游行 参加者会戴着鬼面面具 身穿传统服装游行 新闻的最后,一起来看看这独特的庆典活动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